來 簡單回憶一下 郭哥 我補充一下 剛才淑慧議員講的部分認同 但有一個地方我要講 就不是這樣 現在的狀況是 美國對臺灣好到什麼程度 我講白話啦 他現在是 聽我講 美國給臺灣二十億 五常軍援以外 再給你十二年 建你二十億 十二年才要還 是送你二十億 再見你二十億 結果國民黨的王宏威是怎麼樣 跳出來接受媒體採訪 我們政府應該要具體力爭 美國無償軍援跳票 這才是我覺得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你真的是悖於事實 今天海峽中線的這種狀況 我部分認同 可是現在對於我們臺美關係 一起對抗中國的 這種不理性的行為 其實反而我們應該要全力以赴 大家要合作 然後支持才對 對外我們當然要加強 我們自己防禦的能力 不過對內 我們對人民還是要照顧 我常常講說 昨天有人問我說 部長啊 你部長不做了 現在變主持人 你的感受是什麼 我說當部長叫做什麼 居廟堂之高 我們要憂其名 不過現在處江湖之遠 我憂其君 這個君當然指的不只是總統 指的也是國家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應該有這種想法 尤其當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也是在殿堂之上 所以大家都要憂其名 那我們要憂其名 對人民的利益要幹什麼呢 最近大家看 我們最近稅收不錯 尤其這三年稅收都相當好 所以要還稅與民行不行啊 綠營立委呼籲全民發現金 不要再發什麼三倍券五倍券 直接就發現金 財經學者說不建議 欸還是有人反對 他認為說這樣一發的話 不管你有錢沒錢 連郭台銘都可以拿一萬 假如發一萬的話 他說是不是給弱勢比較好 所以今年稅收出估啦 會超增四千五百億 我就不得了的錢 立委呼籲政府要發現金或消費券 那總統會召開國安會議 行政院會會儘快的對外說明 另外呢 普發現金 反而可能造成物價的波動 而是應該針對特定族群 就是弱勢來祭出補貼 這是學者的意見 不過這個畢竟還是要經過立法院 所以今天我們趙豪立委在這裡 這到底你的看法 現在整個的立法院的氛圍 包括藍綠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我是主張要全民普發一萬塊的現金 一萬塊 因為第一個當然我要講的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習慣叫超增了 其實我覺得超增這件事情怪怪的 反正應該說我們稅收不錯啦 應該不是超增 是我們的經濟很好 所以才能夠 超增好像我們把稅增加 其實我們稅是 我們稅率是減少的 我們稅率有些包括所得稅扣除了等等 其實我們以前從四十五八到四十八 多過於那個稅錄 所以我們預算書 我們就可能我們來預估啦 我們預估今年可以增收一千億的稅 但是因為大家景氣不錯 就叫交易熱絡等等 所以他超 就是比預期還高 預期多 徵收經濟好 所以我們說明一下 但是這個預期比預期還高的是 目前初估是四千五百億 那我相信這個是全民共同努力的一個成果 但是我們要回顧過去這兩三年以來 其實很多的行業是受到疫情的衝擊 非常非常有一個小吃攤 我常常去吃麵 我很喜歡吃他的那個麻將麵 不過疫情以後 他就收了 我這兩天想說疫情過了 我就開車過去看看他有沒有在開 沒有 所以換句話講 我們小吃攤有受影響 不只小吃攤 譬如說以臺東為例 臺東沒有比較大型的餐廳或不在 但是一般辦宴客的 我們都在招攤 民意代表人都招攤 過期的兩年多 其實幾乎很少在辦結婚的喜宴 最近半年比較多一點 因為過去這兩年都沒有辦 辦結婚 最近 我相信我們民意代表都知道 最近訂不到餐廳 訂不到 但是過去那兩年 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 餐廳很慘 所以說有人說 其實他是實際上受到衝擊很大 包括剛剛主持人所講 永哥所講的 包括一些小吃店或旅遊業 大家想想看 如果他的旅行社是專門做國外旅遊的話 那過去這兩年多幾乎是沒有生意可以做 不然他又不能辦旅遊團出國去出土了 所以各行各業都受到這樣的影響 但是我們的稅收又增加 那我覺得這樣的共享 這樣的經濟的成長 應該讓全民來共享 那共享 我覺得就是發現金 當然發消費券或等等 這個都有他的理論基礎 我們都表示尊重 但是為什麼要發現金 因為那是最實際的 讓民眾自己去決定 說這一萬塊 我是要叫小孩學費 或是要叫電費 或是我就要省起來 不是 怕會不會有排擠作用 那我認為就好 其實無所謂 其實我們這次有四千五百億 預估四千五百億 全民大家發是兩千四百億 一人一萬 是我們是兩千四百萬 兩千三百五十八萬 現在是兩千三百三十幾萬 我們說兩千 因為我內政部長剛剛辭職 所以我比較知道 企業還是還有兩千億左右 無論是我們是拿來補勞保的 這幾年來要應該補的 或者是要還債 那其實政府還是有一定的空間 可以做決定 但我覺得你這花一萬塊 除了讓民眾實際上 他受到這樣一個使用的 他有受到幫助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意義就是釋放出一個很重大的一個訊息 政府跟所有 特別是一般的普羅大眾 我們是站在一起的 對 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說實在 我們每個人都有同溫層 我們其實在某一個方面 我們在做的 我們也是一種同溫層 也許我們受到疫情的影響 是相對比較少 我看民意代表的同溫層 是蠻強烈的 我覺得我們也許說 不管藍的綠的 都蠻強烈的 我們我們當然不是像說很有錢 但是我們因為我們中民意代表 政府還是給我們一定的薪水跟抽勞 所以那個疫情 疫情 他怎麼浮動 我們還是固定會領到薪水 是是是 所以我們我們這個同溫層 就算我們真的很同理心去體驗 但是我們受到衝擊 還是很少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把這樣的 把這樣全民經濟利益的成長 給全民共享 發一萬塊 然後其他的一部分 那政府當然還可以去做其他的使用 所以這個范仲淵的岳陽樓基就講了 對不對 居廟堂之高 優其名 對不對 除江湖之遠要優其軍 那個軍除了指領導人以外 其實或者總統等等這些以外 其實指的是國家 所以智聖其實很多人認為說 其實藍軍也有很多要建議說要發現金 也有學者要發現金 不過剛剛我們看到有學者說怕對物價波動 產生影響等等 你的看法怎麼樣 對 所以剛剛趙委員講的 對 第一個同理性是最重要的 就是其實在如果這個稅收增加的情況之下 大家有這樣的期待 政府是可以做出這樣還稅於民的動作 第二個其實這兩件事情是可以橫平的 你如果擔心發太多現金 導致物價通膨的上場 這是有可能的 或者是你說發太多郭台銘也可以拿 弱勢也可以拿 結果大家都拿一樣的 這個也是有可能 拜託郭台銘捐出來 對 也有可能 他也可能會捐出來 但你也可以切嘛 事實上我以前領到那個三倍捐 我也捐出來 弱勢的可以加碼 對 弱勢加碼 這個意見不錯 對 就是我兩千四百億的話 我可以切 我譬如說我是發一萬塊 那剩下的我來補貼弱勢 或者是怎麼樣轉換成 當你現金的量不要這麼大的時候 你對通膨的影響相對就沒有這麼大 但是你有一些剩下來 你有一些補貼弱勢的方式 你又可以達到補貼弱勢的效果 所以這些東西是可以做恆平 那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些事情要做 怎麼去恆平政府趕快來做 趕快做 過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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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就急 喔 太均勻了 對 還催修回來 大家還頂到 這樣也很高興 這是最重要的 大家又高興過年 有利用 有利用 所以這個蘇培 怎麼來看這事 我認為在這兩三年的疫情 確實對基層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我相信我們的所有民意代表 回到選區裡面去看 應該很多店員都在出租 那就是剛剛這個部長所講的 我原本喜歡的店 因為這兩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都關起來 這個人去哪裡 這個人 我不知道他去哪裡 那有找到頭路 他可能他過去的 他的經濟狀況不如過去 如果沒有找到 找到工作的時候 那他現在到底在哪 小吃攤 基本上都不會很富裕 很富裕 他不會做小吃攤 我家以前就是小吃攤 後來我當了律師了 然後我們就不做了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要體諒 這個我們這些弱勢的 這些我們的老百姓 而且過去這兩年 我們很多的這個紓困 或者是在補助的上面 也讓他們都領不到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什麼 沒有沒有登記 沒有稅籍 所以他們也都領不到 這一些相關的補助 所以這個怨氣 他們在不在 在 所以當他們現在看到說 中央政府說 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多好 我們的稅收 多少錢 他們都會覺得是怎麼 人家可以這麼好 我們怎麼沒有 所以我認為說 現在的委員 在發 在說中央政府 應該要發這個現金或者是發卷 我覺得都應該要去考量 那你說普發好不好 我當然覺得普發好啊 你說你說有些人 很豪華的人 他有可能可以關採 那如果說平衡人 像剛剛這個委員所說的 我們沒有受到影響的這些人 我們可能就加強消費啊 我們可能就把這些錢全部花掉 花掉之後就是振興經濟啊 其實有錢人啊 像郭台銘啊 他也交了很多稅啊 是啊 他收一萬塊回來 其實我們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也沒什麼啦 對啊 他都高 他高的稅是算益的對不對 不過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真的要體諒 基層的這一些他們的心